第2週第三天的比賽 我是今天主播Zekker 我是賽平Chowy 今天PCS多了留言板吧 就讓選手可以打享受的話 但我就只是留下週想拿MVP 然後其實也有拿到一把 還不錯 我是留了希望可以過個快樂的一週 我就是希望我那一週可以全勝 然後快樂的放下 我留的是 我留的是 叫俊佳趕快去看醫生 因為 俊佳的話就是 身體毛病很多 我肚子超痛欸 還是你就玩Bobby 我現在肚子超痛 你跟裁判講 我會 他平常有時候可能睡晚 脖子痛 肩膀痛 手痛 裁判 我肚子很痛 突然 我很快 好沒事沒事 我可以小忍 PCS今年好像多了一個留言板 然後 我好像留言了 一場不輸過年嗎 然後就輸了 FAK跟PSG今天要在正面對決之外 他們也是第一次遇到去年賽季當中的強隊 也就是說這是真正的檢驗時刻 強碰強 沒錯 回頭這裡FAK把巴龍拿到之後 PSG想來留人 沒塔的 我們準備彈一下 我有之後綁到了 我看一下 看一下 這樣俊佳有點可能要被留住 而且另外一邊進場的 他自己看起來傷害有點卡不太住 這邊三個人在打他 另外一邊俊佳也被NMAN給圈對 這裡PSG 他們的雙人組射手有點難進場 反而是俊佳也被賣掉了 另外一邊就是一件 閃現直接砍了進來 打不了 Maple只能夠往後來跳 交閃還是死掉 這是一波FAK 拿到巴龍 而且五個人全部殺光 林幻武 完美團戰 看起來就好 團打團打團打團 沒有閃現 來看一下巴龍是誰的 一千兩千 主要來看一下巴龍 最後是被GEMINI給中到了 沒搶到 來看一下裡面 看一下裡面 在這個窄口 所有人都被用力收工 來看一下最後俊佳沒有辦法 復活反而是一件在側邊被賣掉了 另外一邊這只是吉米恩的進場 也一個推扣 沒有辦法把人給留住 另外一邊的是GEMINI 還想來留人這裡殺命名 還在說吉米恩是無敵的存在 他是一個四箭裝的阿奇爾 沒有人可以攔住他 再一個EQ往前把Beddy給戳死 好 這樣的啦 不要 驚人規避到這個傷害之後 凱文也把人給留住 Maple看起來也走不太掉 打了一個要 但是救不了他的人命 Double Q給了到吉米恩 34分鐘FAK一勝禮拜 我跟你說很可怕的東西 吉米恩臨死 他805 第一場跟FAK的比賽輸了 因為 感覺是 前中期的 運營太差了吧 因為我們本來已經 蠻優勢了 我們無敵的前面優勢蠻大的 沒有當然 而且我這樣子我也能吃上路意識 如果我等你不會冰的 跟FAK打的時候第一把輸了嘛 然後我覺得 在於我們滾雪球滾得不夠快吧 在中期的營運上又有一件小問題 所以導致我的發育比較差 第二把後就決定改正就是營運的問題吧 PSG這裡 被拿阿祈爾選了球女啊 俊佳他為什麼笑 他是笑Maple想拿球女嗎 還是他自己亮球女然後笑了 他在笑但Maple沒在笑喔 欸 看一下我想飛 就可以清兵 好 準備直接開飛球女一捲 這裡也沒得直接被秒啦 這才是我們要的夜取球女COMBO 對 夜球這個組合在很多賽區 基本上都會看到 所以你也會看到在PCS的話 可能大家不太會願意給 任何一邊拿到這兩隻 看一下我要飛啦 全部黏在一起 這邊再來再捲 但是被貪肯騎的大絕又再次歸避掉 這裡Maple出來 但是被阿智給一個人勸對到 這邊一個Udyr在打四個人 但摧毀對方的後排了 這裡俊佳一個人黏在對方身上 Gemmai把人給拍走之後 想來勸對一下對方 但是一箭開了拚死一搏 要被Bitty直接追到死 這邊是阿智還在燒啊 而且另外一邊 即便想大絕打對方的後排 但是Maple 交閃現躲到這個Q3沒有打中 俊佳一個人就把Gemmai給秒殺掉 這邊Gemmai也走不太掉了 這把比賽是 窒息室的音樂PSG把比數頒平 雙方要進入第三場決勝局 缺了 第三場的話FAK中路有換人嘛 那其實他在換人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想改變中路的對局 那因為他們兩個角色的詞 其實有一些地方還是不一樣 Pretender的話就是有玩球 有玩過球女嘛 然後 吉米恩的話都是玩沙皇或阿卡莉 就是他們角色是不太一樣 我們討論下一把好了 我們是紅方是吧 對 他們下一把換人中路不是Pretender 所以我覺得大概率不會玩沙皇 好那PSG跟FAK目前打成了1比1的平手 誰能夠取得大分三勝0敗的成績 就看第三把比賽了 走吧走吧 飛球女兒 另外邊則是一個繞後的機會 這裡阿智跟俊佳同時進場 來哥伊收購 收到三個人 效果非常好 再一個球體卷 卷到四個 這次配了反打 一箭進場 這是一個天上降模組 看見阿智走不太掉 突然一波零換閃 太多個了 哇操被他卷四個了 走吧走吧 飛了飛了 這邊知道一箭不在想來打人 這邊一箭是踢不過來的 一箭到不了 這是一個五打四二一收割的位置 還不錯 大了好幾個人 但是俊佳被秒殺 這個傷害不夠 而且球女Pretender捲了一個空大 一箭這個時候來了 一個人在盯四個人在打 抓到四個落單 來了來了來了 他要表他要表他要表 他要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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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上了他上了看他 他有1喔他有1 他有1 甚至沒有辦法把賈克斯給收下 賈克斯這個時候才到 但他還沒有倒地阿 再來一個收毛 把他自給擊殺 就是MNAS的收割局 另外BAN則是MAPLE想抓的是對方一箭的位置 但是收割不了 自己隊友全部倒光了 再一個反擊風暴 這個E技能也沒有掛到 閃現過來Pretender的QW環速 要把MAPLE給擊殺 這是FAK的1換5 FAK在一波團上 MNAS打了1萬的輸出 兩周打完 FAK三勝0敗 哇 恭喜FAK 我講真的我們打的打得太怕了 其實到這個位置 我是覺得你們不用追阿 為什麼你們一定要追這個 就是我真的不懂 然後我們這裡也是 這裡的船上也是 你們自己看 我覺得FAK今年的話就是 多了GEMINI吧 然後他們的F連動 其實打得還不錯 就他們很喜歡駐下路 然後這個版本剛好 駐下路也是挺不錯的 所以現在還算蠻適合他們的 只是這無敵的拉扯一下 要得拉扯 主要是被秒了吧 如果不死的話 因為夢魘關燈可以先不飛阿 這個女大概率會先死吧 你看前面 這女是肯定是死喔 DT來喔 OK 比賽打完回到訓練室之後 其實我跟熊友說就是 你訓練室在出現的時候 我跟你說的時候 你其實沒有那麼在意 但你到比賽之後 你還是會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可能我覺得需要比賽實際上輸了 才會提醒他們真的要去改善 因為畢竟這個 我們已經發生過很多次的情況了 經過了這幾場BO3 然後有贏有輸 然後我覺得團隊就是 在輸贏這方面 處理得很好 就是我們內部其實都不會說 有那種可能輸一場 大家的心態就受到很大的影響 就是我們會想辦法找出 我們現在的問題 然後去改善這個問題 就我們團隊算是還是蠻和諧的 ayy, I better myself yeah, I better myself MING PAO TORONTO